小朋友 准备好了吗 预备备 起 今天是昨天的明天 明天是后天的昨天 主要新闻提供你最及时的讯息 大家好 我是琪琪主播 我是美美主播 我们今天要看的名画是 法国画家的作品 现在就请香蕉主播介绍 大家好 我是香蕉主播 在我身旁这幅作品的名字 叫做小盗贼 这是法国画家 杰尔曼巴杰先生的作品 光听这幅作品的名字 好像很严重的样子 其实小盗贼就是 偷人家东西的意思 偷东西就是不好的事情 不可以 对呀 人家的东西被偷走 很可怜耶 不过你们放心 图画有时候是画家自己想象的事情 并不一定会真正的发生 所以我们可以用欣赏图画的心情 来看就可以了 现在要先请你们来猜猜看 在这幅图画里面有几个小朋友呢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人 答对了 在这幅图画里面呢 有五个人 她们分工合作喔 一个小女孩负责看 看有没有人发现 另外一个小女孩呢 则负责捡地上的樱桃 怎么都是男生负责爬墙 爬树还有栽一桃啊 因为女生穿裙子不好爬树啊 还有啊 因为男生力气大 而且动作快喔 你们看 这边没有梯子 可是一个人用手当脚垫 另外一个人就可以踩上去了 好奇怪喔 怎么都没有人发现 她们在偷摘樱桃啊 我猜 因为所有的大人都在睡午觉 你怎么知道是下午 有可能是早上啊 我就说是我猜嘛 其实妹妹主播猜得很有道理喔 你们看 太阳很大 天气很好 所以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有影子 可是如果时间是在早上的话 这里的人应该会很多 但是你看 这边樱桃已经摘了这么多 所以已经摘了一段时间了喔 时间很可能就是下午喔 所以就像妹妹主播讲的一样 大人可能都在睡午觉 所以才没发现 我喜欢女生穿的裙子 我喜欢男生的小背心 嗯 她们衣服的颜色都很亮丽 难怪你们会喜欢 我妈可不可以去爬树啊 爹爹 我也想去 让我想一想 如果有安全的方法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喔 对 真的吗 太棒了 可是 怎样才是安全呢 那我们一起想一想啊 记不记得我说过啊 玩游戏就是要安全第一 如果啊 我们还是没有想到安全的方法 还是不可以爬树的 不好吧 嗯 好 那我们今天的新闻 就播报到此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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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t 我們在紙上爬樹 有道理耶 可是我為什麼在樹下 你要幫我爬上去啊 不行啦 我也要爬上去啊 好吧 那我再花一張啊 清清妹妹 趕快準備一下吧 小的哥哥 你怎麼會穿成這樣啊 不錯吧 這裡有保護膝蓋的護膝 還有保護手肘的護肘 還有安全帽 是用來保護頭部的喔 我知道了 你要帶我們去爬樹 猜對一半 我要帶你們去玩 更安全一點的攀岩 好酷喔 我的朋友有玩過耶 我想玩喔 可是我不會耶 沒關係啦 我已經找好一位老師來教我們囉 香蕉哥哥 茶美姐姐怎麼了 我剛剛打電話去我們要練習攀岩的地方 他們說他們今天休假耶 又不能玩的 沒關係啦 那我們下一次再去吧 對啊 沒關係啦 那我們只好今天待在塗鴉森林裡面玩囉 還好 我可以待在琪琪的圖畫裡爬樹 對啊 什麼爬樹啊 是我剛剛畫的 我看看 琪琪畫得不錯耶 既然大家都不能出去玩 那我們就留在塗鴉森林裡面 玩一種看誰比較快的圖畫遊戲 跟爬樹一樣好玩嗎 你們等一下就知道囉 讓我跟草莓姐姐先去準備一下 好 小朋友 今天機器人要把長方形跟三角形變一變 長方形加三角形可以變成什麼呢 先畫一個長方形 再畫一個三角形在它的前面 再用一個大的長方形 把它們框起來 下面畫一個桿子 長方形加三角形 變成交通號具囉 長方形加三角形可以變成什麼呢 先畫一個三角形 再畫一個很長的長方形 下面畫一些毛毛的 長方形加三角形 變成土人的武器 毛 長方形加三角形可以變成什麼呢 先畫一個三角形 再畫一個長方形 再畫一個梯形 旁邊畫兩個裝飾 下面畫一些推進器 長方形加三角形變成火箭囉 小朋友 你的三角形加長方形可以變成什麼呢 七七 你不是說要幫我畫爬上樹的圖畫嗎 你到底畫好好的名啊 當然畫好了 我看 你看 為什麼你一定在樹上 我只有爬到一半 因為你是女生 爬樹的速度當然比男生慢啊 亂講 搞不好爬樹比你厲害喔 怎麼可能 我厲害啦 我比較厲害 我厲害 那我們兩個來比賽 我不要 我比較厲害 等一下啦 我怎麼聽到好像有人在吵架 對啊 你們兩個又在吵什麼啦 嗯 但是琪琪啦 說什麼我們女生爬樹一定比男生慢 你看他把我畫在半樹上啦 嘿 我幫你畫圖 你還要求那麼多 好…你們兩個不准再吵架了 難道你們不想要玩遊戲了嗎 想… 好 那我們不吵了 那才對嘛 那我們趕快就請香蕩哥哥 你趕快教我們吧 那有什麼問題呢 那我們趕快一起來看看 今天要準備的材料 今天要準備的材料有 彩色筆 書面紙 棉線 膠帶 剪刀 吸管 掛鉤 Yeah 準備好材料就可以一起來畫畫囉 我們要畫的是看誰比較快的圖畫 那我就決定了一個故事喔 是小朋友都聽過的 就是 龜兔賽跑 這樣子呢 等一下烏龜跟兔子就要來比賽賽跑 那我們準備好材料 我們要先選擇自己的主角 那我要選的就是會蹦蹦跳 喜歡吃紅蘿蔔 它的對手烏龜 你要選烏龜 好 那沒關係 那妳呢 我就要選那個真的會蹦蹦跳 跑得最快的兔子 好 那首先呢 小朋友準備好一張這個 稀卡紙 那現在呢 我要畫的就是小烏龜 曹美姐姐會畫小兔子 好 烏龜長什麼樣子呢 當然是有個大大的龜殼 大圈圈 我的兔子有大耳朵 嗯嗯 我畫好了 登登登登登 嘿 最厲害的小烏龜出現 對 哈哈 我也不輸人的 兔子出現 好 畫好之後呢 小朋友要準備的就是剪刀 我們要把你的這個烏龜或是兔子 那你也可以畫你的小超人 然後把它用剪刀剪下來 那我現在把它沿著邊邊剪下來 剪好之後要做什麼呢 剪好之後呢 記不記得我們叫你材料裡面 有準備這個吸管 然後我們要把烏龜翻過來 然後貼的時候 小朋友記得不要這樣子平行的貼 你看 如果平行的話 待會兒它就不會跑頭動 你要這樣貼 貼像國字八的形狀 有一點角度斜斜的有沒有 好 擺好之後呢 我們就用膠袋把它黏上去 待會兒要加裝一個東西 是絕對不能缺少的 就是這個綿繩 然後選擇這種綿繩 就是像媽媽在綁那種種子的繩子 然後上面有這種紋路的 細細的小小的紋路 摸起來有一顆一顆的紋路的 好 準備好了之後呢 我們要把它穿過這個吸管 小朋友可能比較不會穿 可以請爸爸媽媽幫你 然後再穿回來 那我們找兩個線頭的地方 把它打結 烏龜先生 完成了 那接下來要怎麼辦呢 你們要去哪裡呢 我們要帶著小烏龜跟小兔子 去比賽啊 比賽一定要有場地 所以我們要好好準備一下 準備好了 我們就可以進行我們的 龜兔賽跑 準備好了 預備 開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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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 加油 小兔子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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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手 你們兩個都贏了 好奇怪啊 為什麼你們可以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啊 對啊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把烏龜放下來 小朋友仔細看一下喔 把烏龜翻過來 記不記得我們做的時候 你看這個棉繩穿過了吸管 所以呢 他們兩個在一上一下之間 會產生一股摩擦力喔 你看 我右邊拉一下 它就一點往上 左邊再拉一下 又往上 慢慢的這個循環呢 烏龜就會慢慢的往上喔 你看 往上爬 好 今天我們玩的這個是 龜兔賽跑的遊戲 那小朋友 你也可以把場景變一變喔 或許它就會變成一個 尋寶遊戲 或是任何你想要的比賽 所以呢 這個遊戲非常適合 跟你的好朋友一起來玩喔 趕快一起動手試試看這個 看誰比較快的遊戲吧 哇 好棒喔 那我要來設計一個攀岩遊戲 哇 這麼帥 還不錯喔 好一徒鴨鴨 起步走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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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定 向左轉 向右看 起 向前看 小心 很好 今天大家都很有精神 非常好 報告三方隊長 小畫家 陰道發明 遲道發明 報告完畢 非常好 今天會找大家來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們今天的創意圖鴨鴨 是跟數字有關係的喔 所以現在要考驗一下 大家對數字的敏感度 請大家報數 草莓姐姐 報數 一二三四五二一八 非常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考驗大家 對數字的敏感度 所以要請草莓姐姐寫一個數字 請大家猜一猜 猜對的人 就可以跟我們一起來玩 數字密碼的遊戲 好 現在請草莓姐姐出列 好 請出題 第一個數字 請解答 三非常好 第二題 第二個數字 大家都非常厲害 好 草莓姐姐請入列 看來大家對數字都有一定的了解囉 所以全部的小朋友 都可以跟我們一起參加 數字密碼的遊戲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的話 那我們一起相遊轉 跑步走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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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你有沒有發現後面牆上 有很多神秘的數字呢 今天我們要把神秘數字大變身 哇 神秘哥哥每一個數字都要變身嗎 沒錯 那我們現在趕快請小朋友 幫數字變身吧 走吧 GO 現在我先來做一個示範 我要把數字9變身 請看 你們猜它變成什麼了 熱氣球 哇 大家都很厲害 我的數字9 噔噔 變成了一個熱氣球 現在要請小朋友了 來幫數字變身囉 準備好了沒 好 走 去拿蠟筆肉 我們開始 YA 你剛才把一個數字 找了哪一個數字變身 7 7 你把它變成什麼 國旗 國旗 你自己想的嗎 好 那你等一下還要去找哪一個數字變身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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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啥 3 3 它已經有想法囉 好 那我數到3 我們一起說變身囉 1 2 3 變身 你沒有動作 1 2 3 變身 走 變身了 你剛才把哪一些數字變身呢 6跟C 那你把6變什麼 6變成小豬 變成小豬耶 好厲害 我要把8變成無限 8變成無限 大 無限大是什麼 大 就是海大很大 海大很大 大 有沒有比這個大 有 有沒有比這個大 比人類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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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一個無限大的標誌 好炫喔 那你等一下要去幫哪一個數字變身 沒有了吧 沒有了吧 我們再想一想 我們再去找一個好不好 好 我們數到3 一起說變身要變一個變身動作 1 2 3 變身 1 2 3 2 3 你剛剛把什麼數字變成東西 8 8 那把8變成什麼 雪人 小雪人 那你把雪人是塗成什麼顏色的 眼是黃色 身體是粉紅色 真的 那你喜歡黃色跟粉紅色嗎 對 那雪人是冬天會出現的 還是夏天會出現的 冬天 冬天 那現在是不是冬天啊 是的 那我們兩個現在變成雪人 變很冷很冷好不好 好 好 預備 開始 又很冷嗎 有 那我們去冷一下 去冷 好啦 我們去多化一點雪人 我們的東西好不好 好 走 那你剛剛幫什麼數字變身 0 是0 那你幫0變成什麼 還有4 0跟4 那你把0變成什麼 香蕉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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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把它變成香蕉哥哥的 它是什麼顏色的 黃色 它是黃色的 所以香蕉是黃色對不對 那你告訴我 你喜歡吃香蕉嗎 喜歡 那等一下跟香蕉哥哥 要香蕉來吃好了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那你喜不喜歡香蕉哥哥 好開心喔 那我們等一下就幫他 畫點身上的衣服好不好 好 走 1 2 3 4 畫個圈圈 2 2 3 4 畫個圈圈 今天我們用數字來創作 是不是很特別呢 其實數字可以變成很多很多的圖案喔 只要小朋友發揮一點點的想像力 就可以變成創意的小畫家 把數字變一變 如果要變得更特別一點 趕快請爸爸媽媽隨便寫一個字 讓我們把數字變成圖案 這樣就可以發揮你小小的創意喔 小朋友 現在趕快來試試看吧 好 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蔡萱 今年幾歲 七歲 那妳畫的這一幅圖畫叫什麼 是 叫 叫蛋寶寶寶過聖誕 喔 跟蛋寶寶一起過聖誕節 裡面有好多 悠悠家族的大哥哥 大姐姐對不對 對 那妳最喜歡跟誰過聖誕節 我最喜歡跟大家過聖誕節 大家過聖誕節喔 那我看到妳那邊裡面有好多蛋 有一顆最旁邊的蛋還有花紋在上面耶 怎麼畫的 是用波紋才會組畫的 哇 妳好厲害喔 畫出來就像花朵一樣對不對 對 那一軒妳有沒有什麼畫想要對 爸爸媽媽 或是現在老公公說啊 想到了嗎 沒有 好啦 那希望妳都很健康很快樂好不好 嗯 謝謝一軒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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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